在超度的时候就不烧爱草 烧爱草会把鬼赶走了 但是如果你洗澡 要把它进化 当然可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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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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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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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 兵志 卢龟 老人都是我们的父母 当然我们会这样讲 但是你要真心的 赚钱是自然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把老人 都当作自己的家人来照顾 那别人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那你自然生意就会好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你的动机是 就是有很自私的赚钱 那老人变成一种工具 那你可能就赚不了钱 所以我想 每个人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那你工作的意义 是要服务社会 透过电脑 透过医生 透过买卖食物 透过买卖衣服 动机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你要挑战 当然我说我知道我要赚钱 但是我故意调整成这个动机 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说你不会生气的 你没有欲望 但至少我在修行的那一刻 就是改变一个动机 因为要学习佛陀的智慧跟慈悲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 但是我要学 那个时候你就会没有压力 因为这个佛陀不会给你压力 但是你会被他感染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 原来不求自来 我只要努力把事情做好 他自然赚钱 你不要双管齐下是 赚钱压力也大 没钱压力也大 这个叫两面加工 拉土两头烧 所以就是因为要赚钱 所以你更要平静 这样 那平静你就会有效率 所以我想这一点就是说 那修行就所以我要告诉我 不能企图心太强 不能目的心太强 不能排着对立的心态太强 如果有这种对立的心态 排斥的心态 那你给对方 虽然你语言文字讲得很好 你脸笑得很灿烂 但是对对方知道 你后面藏一把刀 不小心就把我给杀了 所以就会有压力 所以我发觉现在 子女如果精神不安定 都是来自于父母的问题 因为父母给的压力太大 你好好读书 你不好好读书 妈妈跟你爸爸离婚了 你就靠我养的 你儿女好可怜 他们将来就自闭症这样 很脆弱 所以我们不能把压力 拿给别人说 你不好努力你会这样 这个就是一种恐吓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假设就算你是离婚了 没有问题 我们好好生活 吃还是会吃 没以前人家那么好 那就好了 对不对 还有很多可以做得快乐的事情 去喂鸟啊 去哪里啊 你自己放轻松了 然后这个气氛就来了 家里就很和谐 然后吃起饭来就很快乐 所以我小时候也是压力长大的人 我现在就觉得我受的苦太多了 并不是没钱 我爸爸很有钱 但是跟他吃饭就会胃溃疡 就会抽筋 然后因为就赶快一顿饭 最好一分钟就走 还不能走 吃一顿饭十分钟 他要骂肩念三十分钟 大加持大灌顶 然后你真的是 然后在那边 然后妈妈看我 我们兄弟互相看 很痛苦 希望爸爸不要回来 这样 所以我妈妈有时候会打电话 你爸爸不回来 哇 全部人都回家 虽然爸爸给很多钱 但是很痛苦 当然爸爸想法 我为你们好 这个社会很不好 我要让你们成为 个个比我还高 这样 是 这是他的想法 但是他不知道 快乐不是建立在成功 读博士 很有钱 但是世间人 如果你把快乐建立在这个 当然压力就会很大 快乐建立在你的心里 接受你自己 然后你煮出来的水也好喝 你炒的菜也甜 你的微笑自然灿烂 但是如果把快乐建立在 金钱外表地位 那你那种是假的快乐 所以当然是 所以我们现在要供佛 我们无所求 对不对 我们从心里 接受了佛陀 感恩佛陀 而且我们含着悲心 现在我们供养是 为所有众生 所有国家 所有贫穷者 而且我们生起一个 圆满的心 佛陀啊 我将来要跟你一样 成为一个佛陀 来帮助众生 来接受供养 因为佛陀接受供养 不是为了他的快乐 是他可以把功德给你 就像一个小孩子 你供养爸爸妈妈 一百块 事实上你多赚了一万 因为孝顺嘛 爸爸妈妈不是要你的钱 而是知道说 你这么孝顺 爸爸妈妈很高兴啊 所以我们怀着这种 这种平静心 恭敬心 慈悲心 一起来供养 当然供养我 虽然各位手上没有兰花 但是念一下 用心供养 你的心最重要 用心供养 但事实上现场又有真的花 还有居士代表 拿着香 等一下拿着花 拿着灯 那我希望各位 每天都要念一遍 这个本子明天如果念完了 那各位就跟他们 一共菩萨请 在家里每天念一遍 这上面画了香 你在你的佛像前 佛经面前 每天做供养 这个供养会念 心然五分 这真正的供养是你心里面 内心里面的慈戒 禅定 智慧 解脱 解脱之见 是一种内心的供养 所以我这样比喻好了 阿弥陀佛就希望我们去极乐世界 你合掌说阿弥陀佛 我愿意去极乐世界将来成佛 对阿弥陀佛最大的供养 阿弥陀佛还说 阿弥陀佛我要去 我要带个一千人去 我现在让别人相信你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佛不是说爱面子 阿弥陀佛说 你来极乐世界 你就可以脱离轮回 将来可以成佛 他是为众生的 所以希望你在家里天天这样供养 当然这十种供养也代表 成佛的十种不罗命 所以如果你经常很认真的这样去观想 供养 对你的内心非常有帮助 因为我们的内心是在长期的压力 长期的对立 长期的失望 所以已经让你累了 很痛苦了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休息 休息并不是说什么都不想 但是至少什么都不想 没有压力 然后再去想好的 这个意思 什么都不想是智慧 然后去想好的 帮助众生变慈悲 当然修行最高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达到再复杂的环境 你内心很平静的智慧 这是一种空性 为什么 你再好再坏都是虚幻的 都是假的 凡所有相都是虚幻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名为正观 就是正确的了解 那各位要虐习要虐习 千万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房子 它是房子 价钱多少 你会有分别 但是你要想想